社区营造 城乡发展 城市行销 交通规划 社会公平 民主参与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欢迎收听公事好好说 公司厚厚共 公司厚厚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周的公事好好说 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中山大学公事所谢正勋 那我想先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啦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 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日子 那也有很重要的公共议题 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跟关注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当然应该也都是会跟大家有很大的关联性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需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好 那我的题目叫 如何从友善开始让书页重生 那当然书页还蛮广泛的啦 包括从出版啊 然后到贩售的书店 然后甚至是跟我们消费者 这些都有一些连带的关系 那当然在进到主题之前 首先也要先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来宾 好 那也请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 那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有限责任台湾友善书页供给合作社 蓝美亚理事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亚 是 蓝老师好 蓝老师这个当然之前也有开过书店的经验 等一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一些观点 好 那接下来也是我们邀请到就是独立书店的负责人 是我们高雄也蛮知名的独立书店 叫做陈氏书店 蓝秀珠店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氏书店店长蓝秀珠 同时也是服务高雄市跟图书馆的高明图书负责人 是 我要尊称秀珠姐 对 这是我们南部图书业的资深前辈 对 这个要非常的仰赖秀珠姐的这些过去的经验 来跟我们深度的剖析这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好 等一下我会再请秀珠姐可能也介绍一下 就是陈氏书店的一些经营的特色 那当然这跟独立书店也是有蛮大的关系 OK 好 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当然说从友善开始让书业重生 但关键是在书业重生后面其实是加一个问号 就是书业能不能重生 因为我觉得当然现在很多我们在生活中的观察 我也不晓得在这个现在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有多久没有到实体书店去翻翻书啦 然后或者是去买很喜欢的书 那这我只是在实体书店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可能很多人也许都会在网路上买 也许在现在的一个方便性啦 便利性 好 那当然因为从我自己过去小时候啦 应该小时候嘛 对 就是成长的历程其实有一些很知名的书店 然后譬如说 当然金石糖现在还有啦 只是说它已经真的变少了 然后像以前还有那个什么 新学有 以前的那种很印象很深刻的买教科书什么的去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只就是很知名品牌 就是陈品 这还是一直发展的很好 只是说感觉陈品也在转型了 就是它好像不只是书店这么简单的 比如说这么单纯的营业项目啦 就是好像比较更多元 在经营书店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当然也某种程度也反映了 就是书店这个领域啦 这个产业在做改变 当然随着我们消费者在购书的这个模式上面 其实也不太相近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刚才今天谈说 独立书店这件事情的崛起 然后它的这个经营 那我想大家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文青可能会想要去独立书店 会喜欢去独立书店 那当然独立书店是什么 我想可能我们的一般大众也许可能还没有去接触过 对所以这个当然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议题 也都还蛮有这个重大的关联啦 那当然书店可能在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确实也是好像也慢慢的有种没落的感觉 那好像在就是比较少可以有这个 去到这样实体书店 然后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去承平 或者是比较知名的 那当然我今天还要想要再谈的一个面向 然后就是所谓独立书店的经营 然后这一群有一群人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有限责任台湾友善书业供给合作社 那这个其实他们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大概看资料 他是说希望可以有点像是一个出版产业的变革 来做一些很不一样的宁静革命 这我觉得这我在看其实我觉得到底书业这件事情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他到底跟我们一般的大众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个部分就透过今天的节目 来让各位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 好那接下来我想就先进入到主题 是想请教一下秀朱姐我们城市书店的店长秀朱姐 就是我想也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您在这应该有30年的历程吧 这个产业的投入 我看资料OK好 我想这个一些兴衰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说您观察到的书店的经营出版业也好 那到底面临到的一些现况跟危机到底是什么 也请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谢谢杨老师 那我从进这个产业是民国76年开始 那到现在呢应该也超过36年了吧 那一开始我进入这个产业是一个图书批发商的角色 就是帮出版社把他出版的书分配到书店去 对那至于我们城市书店的形态呢 因为我们的我们在民国95年到民国99年是在合体社区 那是在105年因为中刚总部集团会馆 他成立需要希望我们进驻 所以我们才又副业到中刚集团会馆这边来 那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一个中和型书店 所以我们服务的书会面向比较多一点 但是因为场域的关系 我们在中刚集团会馆里面 所以可能一方面也客人不认为说 读者不认为说知道这边会有一个书店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办比较多的活动啊 或是文化小旅行这一些来连接更多的读者 对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业务方向是帮公共图书馆 或是学校图书馆来做一些选书或是编目的这一些业务 对那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业态 那关于出版业 其实我们我进入这个产业啊 可以说就是一个整个图书业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民国76年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解研 那从我们社会整个一个开放的情况之下 很多知识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呢就整个社会对这一些出版品需求量大 所以出版业就非常的蓬勃 对那到大概94年95年的时候达到一个巅峰 后来就慢慢的走下坡 那各位朋友可能会问说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走下坡 大概就是因为75年以前的很多很多资讯是被管制的 那经过20几年的补这一些学分社会补这一些知识的这个过程呢 已经到达一个一个能量 那另外一点是因为后来网络网络网络的新起 那资讯的来源会更多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出版社之间的一些恶性竞争 或是说他的出版没有做更多的优化 所以呢也造成了整个图书产业 他慢慢的走下坡 那当然后来的 因为书店呢 像成品这样子的一个典范 所以书的卖场要越开越大 所以资金就要越来越多 对规模就往极大化 对所以后来又是网络的新起 所以书店开书店这一件事情的门槛就越来越高 对所以才会形成呢 很多书店他根本开不下去 或是说从事图书业的人 他也没有再更新 他对这一些图书资讯 或是产业经营能力 所以整个产业就走下坡 是是 好哇 大概先从先前的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就是从解研后 对确实 那个算是大家都会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资讯 然后开始带起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学习或者是阅读 那对确实我觉得也可能产生到后面的发展 包括网际网络的这个影响 很多的网络书店 像比如说伯克莱 这个确实现在也是啦 就是说现在大家应该也都还蛮熟悉的这样子 就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去购书 好 那 不过我想啦 这个确实因为 现在的发展上来讲 因为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在节目之前 大家有谈到 一个事情就是 是不是价格这件事情 也影响了 这个书业的一个发展 不晓得这一块秀书姐怎么样来看 对 在图书业还鼎盛的时候 那当然很多人会 不是那么的了解说书是它一个文化产品 对 大家一直就把它当成商品 那在这一方面呢 出版社也没有一个很长远的看法 所以呢 就有一些人他就把书的销售用价格来当诱因 甚至于出版社呢 他可能在量饭店里面争取一些低价销售的机会 那这整个是销售量感觉是扩大了 但是整体 整体 消费者或是读者 他被喂养的讯息是 书的价格是可以越来越便宜 甚至于越新的书 价格越优惠 那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我们通常是新衣服新产品 是比较高的价格 然后过季了以后才打折 可是图书业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新书以上是先打折 等到他卖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没有几本 他再把它调回来 比较高的折扣 是一个还蛮吊诡的一个价格策略 这样是为了要一开始就要去促销吗 因为确实很多新书 以上是可能就七九折 或者是八折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就是希望让大家去购买 这个应该是说 我觉得早期 早期是因为出版社 他希望去占书店的平台 你占到很好的平台 就可以有很好的曝光 所以要扩大销售量 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所以还是在市场竞争上面去考量 对 但是后来就变成普遍的被用折扣来做一个销售的手段跟方法 所以某种程度也压缩了一些利润了 当然这个利润这件事情 就影响了后续 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在谈的事情 好 OK OK 好 那我想就先让听众朋友了解 当然大致上的一个状况 因为包括在整个书业销售市场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当然对消费者来讲觉得越便宜越好 因为如果越便宜 我的购书的成本越低 当然我会越乐意 可是问题是这有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哪里这件事情 就是对 因为我刚才讲到的利润这件事情可能会被越来越少 那谁的利润就是可能出版业的利润 或者是文创这一块 就是这些所谓的做创作者的利润它会越来越少 那当然这相对来讲 它可能也越来越难生存 对 所以那它越来越难生存 就表示它越来越不容易去产出更好的作品 来给消费者或者是市场大众所认知 所以当然这就是一个circle 一个循环的概念 对 我想这个都会产生 当然年代的如果讲更严重一点 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政策 文化事业的这个危机 当然这个确实是可以值得多做一些了解 好 那当然拉回到这个议题上 我们想要再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个角色 就是书店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除了我们大家正知道的成品 或者是金氏堂这个很大型连锁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人在经营着独立书店 像我们高雄就是今天除了邀请城市书店以外 但我们高雄还有很知名的像山羽书店这个部分 那到底所谓的独立书店是什么 那或者是他还有哪些特色的一些经营方式 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是不是先请那个 蓝老师可以跟我们谈谈你认为的独立书店是什么 好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 你就会比较听到独立书店了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有独立相对于来讲 可能就是有那种连锁书店 像我们过去刚刚主持人在讲到的 新学友啊 金氏堂 成品 那这一种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可能在全台湾好几个城市它都会有 可是除了这样之外呢 其实像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从小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邻里可能是那种文具行啊 或者叫做书局 就是它卖参考书 可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像我们讲的传统民间故事 就那个时候可能是都是字 然后没有什么图像 可是到了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从日本 有点就是直接引进来的少年快报啊 那个Top少年周刊 然后我们每一次都是都要里面有好几个故事的连载 然后到要发行的时候都要去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在街头还蛮多这种租书店 让你可以大量的主要会是小说漫画这样的形态 那我们从小是在这一个除了学业之外 大概就是看书看的比较多 比较杂的时候 到了我们自己在高中大学阶段 我们就会有一些机会去看件书 包含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策展 那这个其实也就呼应到刚刚秀朱姐在谈到解言 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对这片土地的 这个发生事情其实认识的很少 所以我记得在民国八十几年开始 比如说我们到书店我们会看到 他甚至会有一些专区是跟台湾有关的啦 这一些呈现 那我们大量的这些需求会去看的时候就会蛮蓬勃 可是这里面也会牵涉到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独立书店是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我们需要看的书 但是我们不见得在这样子的这个市场上 或者是连锁书店可以看到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我们是可以有其他更分众 或者是说让更多不同的这一些需求的人可以看见 那独立书店的出现大概从我们在两千年开始 我们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我们在谈内容产业的时候 如何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机会 在你生活当中有机会去接触 那这些大概像我自己来讲 就是说我自己的两个小孩现在都读大学 可是我发现说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补习 可是他们从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 我每个月都会带他们去买一本书 然后在买书的过程当中 他会先从漫画然后再到小说 再到自己有创作 他不见得是要去塞满他的世界 那有书的陪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那我们也会希望推广阅读 可是如果我找不到比较适合的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开书店 那这是我当初 可是我自己在高雄的话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 在我读研究所30年前的时候 刚好台湾面临的就是美国有那个301条款 就是我们有一些过去可能没有授权 然后他要开始要罚的时候 我们就台湾有一个叫612图书大线 那我虽然在高雄读书 可是我大部分我的书都还是要到台北 到台大这一带去买书 因为高雄当时的这一些可以选择 相对会比较少一点 那也因为这样子是10年前 就是有刚刚讲到像山鱼书店的这个成立 那这个成立其实也就会 这个我们今天来的秀珠姐 其实就是在我们高雄 很多书店要开的时候 救火队要大量的协助大家去进书 因为我们订书的量不会多 然后出版社他不见得会想要 跟我们这一些独立书店往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需要有一些平台 而这样子的平台又跟经销商 或者是书报社配书给我们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比较希望说我们可以是有一个选书的机制 比如说有的人对生态 有的人对这一种自然啊 或者是人文啊 甚至是这一些电影啊 摄影的书 但是他如何去找到相关的这一些可以对接的 那我们需要比较多的管道 然后去接触去推广 是 所以就是独立书店听起来就是还是扮演了一个 他可以有选书 就是可能就是说看这个经营者 他想要带给他的消费的这些群众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他可以选择相关的主题来变成他的这个书店的特色 那这感觉就很跟一般的书 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书店会不太一样 对所以 那这个部分我也是想请教的就是秀朱姐 到底 嗯 这是 独立书店的经营 像您经营的这个城市书店 那到底跟一般的那种书店 差别在哪 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不管是在销售书或者是禁书或者是什么 好 谢谢杨老师 独立书店呢 其实他如果说 所谓独立书店 他就是有一个独立的风格 对 那他相较于 以前的传统的书店的业态 他可能就是 有几个关键制 比如说 书店的排价方式不一样 对 那他的陈列方式也不一样 以前的书店就会很整齐的 像图书馆一样 可是独立书店 他会有比较 展示 展现或是策展的方式 主题的方式 来做陈列 那选书的方面也会因为 店长他本身所学 跟他本身的专业去做 更专业面向去选书 去连接 他想 迎接的 这一些读者 那在空间的话 独立书店因为他都是一个小小的资本 所以他的空间通常都不会很大 但是这一些书店的店长 他能够把他的空间布置的很有温馨的感觉 那像独立书店他会比较偏重于活动 透过活动来让大家来认识这个书店 或是说他的因为立地条件 然后来跟社区做合作 或是同业的联合的这一些合作来办活动 那以前的书业呢 书店跟书店之间是竞争关系 对 那你进了哈利波特 他卖几折 我要卖几折 那他们会互相的去比较 或是互相的去做竞争 可是现在独立书店呢 他们就因为所发展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他们反而会有一种合作的这一种关系 所以像去年或是今年就有一些书市集 就是必须串联在地的书店 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书市 那一个书的市集 那因为每一家书店 他有不同的特性跟特质 跟想要销售的不同类型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书展 他就会有比较繁花盛开的那一种感觉 不是就是一个规划好的花园 那独立书店他还要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必须跟地方产生关系 他是必须去关心在地的人事物 甚至于发展 跟政府合作 或是他自己带起一种话题跟风潮 对那比如说在齐金的齐金设施 对那他就是中山大学跟中山大学有一些合作 跟第一社区大学也有一些合作 对那来经营一个社区 对那独立书店他在一个城市里面 其实他扮演的角色 其实他也是一个地区型的 维型创意跟文化的一个业态 对那像我们台湾有很多 很有特色的独立书店 那这一点呢 我想新加坡或是香港 这些年轻人就非常的羡慕 对 好 那个对秀叔姐也谈到 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跟香港年轻人 会羡慕台湾还有书店的存在 等一下休息回来 可以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点 我在节目之前也跟秀叔姐聊过 就这点真的是让我觉得 想象不到的事情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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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态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书业 当然也跟你我 大家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 中场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再回来继续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OK 你不觉得每年都过很快 秀一下就结束了 对啊 像我订的目标都还没有完成 例如 多阅读啊 让大脑跟上时代的速度 说到这个 你现在上网找OpenBook阅读制 他们都会精选年度好书 免烦恼 2023OpenBook好书奖 打开来读 有人陪你 全台书店图书馆 宪政开展中 以上广告由文化部提供 阿嬷 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参加候选人招待的 旅行团哦 哦 阿嬷 拿候选人给的钱或是礼物 接受招待 免费吃饭游玩 这些都很有可能构成会选 这样子是犯罪呢 啊 这么严重哦 那这样我不要去了 不只不能去 我们还要勇于检举会选 齐行反会选 前名动起来 检举会选请拨打 0800 024 099 拨通后再按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 易氧化碳 无色 无臭 无味 只要吸入极少量 就会导致中毒 甚至死亡 所以风再强 雨再大 天再冷 也要小心防范 易氧化碳的中毒哦 使用瓦斯器具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打开生命之窗 让空气流通哦 大家好 我是陈怡婷 欢迎继续收听 最关心您的电台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合作直播的 公事好好说 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我们是公事好好说 那今天我们在谈的 就是跟书业有关系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我想也是希望让大家更关注 这个书业或书店的生存 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文化发展上面 内容产业 刚刚老师有谈 这个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环 那尤其是它又跟消费端这个连结的最紧密 那所以如果有下而上产生一些问题的话 慢慢其实都会导致整个我们 当然如果说讲严重一点 也许真的就是文化产业的 对会产生的一些很大的危机 这是环环相扣的 OK 好 那当然所以到底书业要怎么重申 当然也许现在有很多人经营所谓的独立书店 那可能在价格上面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包括在消费者的认知上面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想大家其实透过修竹节的说明 其实独立书店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独立书店的话 虽然它不大件 都是有些都小小的 可是你会发现它有很独特的氛围 而且是人文气息特别的重 我觉得 就是因为它会有很显著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个性书店 就是它所呈现的就是经营者它本身的一个特质 所以像之前我现在印象很深刻 像譬如说之前有去离岛澎湖的那个盐局书店 那它在独行时春 那它现在就是利用那个老房子在做经营 所以它也会选一些像包括在澎湖在地文化元素的介绍的书籍 或者是旅游的书籍 那也办一些旅游人文的讲座 那也带到读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只是书店这么简单的一个特质 也包括了去连结在地文化 刚刚秀祖姐也谈了这些重点 所以独立书店确实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文化的载体吧 它可以承接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好 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希望可以让书业不要消失 那所以刚刚在节目之前 刚刚秀祖姐有谈到那个新加坡香港的年轻人跟您的相遇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 那现在呢 真的手指折一折也剩下没几家 那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什么 想到出版社印的书要拿到哪里去陈列 让怎么样让大家发现 那所以书离我们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那出版社他印好的书没有地方陈列 没地方跟读者相遇 那这个社会会变成怎么样 我记得我们合体社区城市书店 有时候就是一些居民他把拿垃圾下来等垃圾车的时候 等太久他会把垃圾先放在旁边 那他垃圾放旁边他就自己跑去书店翻一本杂志 然后翻到喜欢的话题他就会带回去 那我想这个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那所以说一个书店他对整个城市 其实就是说你家转角如果有一个书店 那你家的书柜就会越来越多 你家转角如果有一家鞋店 那你家的鞋子就会越来越多 就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独立书店的店长他们通常要有一个能耐就是出去赚钱回来养书店 因为书店业绩真的不是那么好 对那像城市书店的店长去哪里赚钱回来养书店 城市书店的店长有时候要去烘豆 对要去烘咖啡豆回来卖咖啡豆 对补贴家用 那我就曾经在烘咖啡豆的场合遇到一个新加坡来的年轻人在学烘豆 我就告诉他说你把烘豆把豆子烘好一点 学好一点 然后呢你再回去新加坡 然后再找一些黑胶来卖 然后开一个书店 卖书卖黑胶卖咖啡豆 这样子啊你整个书店的那个文青值就提升很多 很多背包客都会想要去你的书店 他听了很纳闷就问我说什么是书店 对我就把我们城市书店的粉丝页给他看 他告诉我说这是图书馆 我跟他说这是书店 他说这是图书馆 哦我知道了 在新加坡可能50岁以后的年轻人 不知道什么叫书店 对那新加坡可能他们的各种条件 也不允许他们开书店 这个在以前香港也是同样这个情形 就是香港的书店通常会开在二楼三楼四楼 对那现在的情况香港又更恶劣 而且更不允许书店的存在 所以呢上礼拜就有一个香港来的朋友 一个年轻人 他来到高雄第一站就是来我们城市书店 对他觉得在高雄有这么这么棒这么有特色 好几家有特色的独立书店 是他吸引来这个城市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且第一站就到书店 你不觉得我们有独立书店 有各种样貌的独立书店 也是一种骄傲吗 相较于其他的东南亚的地方 是是对所以听起来感觉就是那个书店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在香港或者是新加坡 感觉已经是历史的眼泪的感觉 就是到一句话是这样讲 对感觉对 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万一真的台湾已经是这样子的话 那到底会我们会失去什么 失去什么样的价值在生活里面 大家一定人家说那就是不要看实体书 看电子书就好了 可是可是我觉得那个那种感觉 在书店里面拿着一本喜欢的书 你可以坐下来翻一翻 喜欢的再带回家 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好有很多的选择 你一次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透过实体书这样的概念 好那所以到底要怎么样 让书业不要变成 走进变成历史的眼泪 所以我想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有我这边的资料是说2014年了 有一群独立书店的经营者 他成立了有限责任台湾友善书业攻击合作社 好那我想大家也刚才也 这个修竖姐也谈到就是书店的经营者 他串联了串联起来 不管是一起来卖书办书的市集 那有些市集确实是还蛮夯的 大家很多的什么文青市集 或者什么一些市集的办理 书也应该集结起来 然后让大家看见 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树叶供给合作社 那他到底为什么会成立 那他到底也是在解决 大概在这样子的产业里面的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做法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就会想 就请教 也参与在这个合作社的那个 也担任理事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应该也蛮清楚整个合作社的运作 所以我想就请教蓝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真寻 那我大概先讲一下 就是说刚刚我们有谈到独立书店 那既然我们独立书店 大概是走小而美小而巧的时候 通常我们大概也不会有这种 一次要大量进书 那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有大量进书 其实出版社他是看不上独立书店的 所以当独立书店要开的时候 禁书他就会是一个他最大的困扰的来源 那当这些出版社他不想去跟独立书店合作 那我们其实之前就有成立了一个独立书店文化协会 就是独立书店的这一些店主们 大家有感于现彩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大家要团结起来 那为什么是成立合作社 当然他也会牵涉到说 像我们有公司啊 我们有人民团体啊 但是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 因为合作社其实在我们这世界 他国际上已经有发展了一百多年 那像台湾大概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像祖父联盟 他有一个生活消费合作社 那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只是一个消费者 你要去买东西 那价格是由供应商来提供的 可是当我们这些消费者 大家集结起来 我们就有这种我们讲团购 我们就有溢价的能力 所以所以有三书业合作社 它其实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平台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我们有一两百家的书店 那我们可能每一个书店 我们采购的几本集结起来 我们可能就有几百本的这一个量 我们就可以去跟出版社去洽谈 那有三书业合作社那时候在2014年底 大家要筹备 那2015年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打算要来开书店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美农有间书店的育品 他就跟我提到说 目前已经有一些独立书店的伙伴 大家想要成立合作社 然后让我去关注 那我就发现说 这个合作社它跟我可以解决了一些 我们希望禁书这一边的这些问题 那但是呢 成立合作社其实我们目前有一届是三年 那现在是第三届的最后一年 坦白说我是今年四月我才递补上来 那我们到明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第三届的任期也期满 可是我自己在加入的成为理事了以后 我就发现说 它跟我们过去在人民团体 或者是公司的经营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合作社它其实就是 大家要共同的出资 然后共同的参与 还有就是利用 利用是什么呢 当你比如说跟我们合作社进数的越多 那可能我们到时候 如果有盈余在分配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是可以分配比较多 还有就是大家是有这种 合作社的七大原则等等 但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我们当初合作社 我们就会有一些像文创产品在贩售 我自己还蛮喜欢 我们那时候都有一个部期 叫做那个就是 那用书店 就是进行 以书店进行一场文化革命 我们开独立书店 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把我们对于这些社会的想象 然后以书店作为基地 去产生一些行动 去号召大家一起来关注 所以我自己有像有一些作者 他的新书发表 可以搬在这里啦 然后他们有一些希望跟社会对话的管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他们很好的合作的平台 那这也呼应到合作社 他的第七原则 就是要关怀社会 这样子的价值 那就简单的讲一下 永三书业供给合作社 因为我们一般会听到的 有劳动合作社啦 或者是生产合作社 那供给合作社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跟出版社进书 然后经过合作社这一个平台 再提供给我们的社员 那我们的社员就是一个一个独立书店 他可以把这些书再卖给消费者 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些独立书店 他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跟 他没有溢价能力 没有溢价能力 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比较大的需求啦 然后就是可以去订比较多的书 因为我看到的一些资料 像譬如说像有一些可能一些独立书店 他可能是比较偏远的 所以他有一些比较偏远偏乡的书店 他可能就比较难去买到 进到进到他想要的一些书 所以我们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已经是我们的社员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上我们自己的系统去订书 那订书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看 我们可能是同时跟很多家出版社都有往来 那每一个出版社他一定会有一个 比如说你要订十本啊或者是要订单多少他才会出货 那我们是透过合作社的这一个系统的时候 可能可以同时去选了十几家书店的书 但是我们只要凑买 我们目前来讲就是三千块 然后他就可以帮我们送 我们就透过物流 所以即使是离岛 那个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就是配送到他的地方去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是也是解决所谓的书店经营的困境吧 然后就是那个书的来源嘛 进货的这个书的这个问题 所以所以我想这个友善书业供给合作社 因为我在看这个书业的这件事情的问题的处理 有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然后因为我大概看资料就是这个 我目前这个友善书业合作社的书 社员书店有两百多家 两百一十六家 我们的社员编号已经四百多号 四百多了 但是因为有一些像 他可能是就是比如说出版人啊等等 然后他自己认同 那我们也是会加入 那经过我们其实是需要有申请 然后还要有社员推荐 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 大家真的还是要去思考 就是说不是只有禁书这件事情 我们更希望的是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所以我们会有入社的说明会啦 甚至你要申请还要来我们的礼监事会上面 大家见面聊一聊等等 是 好 那我想这个当然是针对所谓的书业 要怎么重申的一个方式 那好我想也是让大家有认知 有知道这个这样的合作社的一个角色 跟他的影响 那不过我还是也是再回来 就请教那个秀珠姐这边啦 就是那对这书业这件事情 其实刚刚您有谈到说 独立书店的这个经营 就是感觉经营者必须要十八般五亿 都要都要都要汇 都要汇一些刚刚讲 我还要除了要卖书还要汇烘豆 卖咖啡吧 这样的概念 对那所以独立书店 对在这一块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因应的策略呢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好的 基本上独立书店它很特殊的就是说 它会因应不一样的店长 所关注的面向去经营它的书店 所以有时候它必须走出跟畅销书 或是一般大众书有所区隔 它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是这一些有比较有特殊议题的书 通常在出版社来讲 它算是比较能门 甚至于供应商来讲 它就是少数少量 所以通常这些书店的定书量通常不够大 所以书也比较难取得 所以独立书店就会依赖友善书业来集货 对 那通常 当然以友善书业来讲 它的量能可能也 小书店也达不到出版社能提供的折扣优惠 所以友善书业在价格这一方面 可能也很难提供到独立书店 一个有效的价格竞争的一个量 对 所以独立书店事实上 它的进货量 相对在价格上 它是比较弱势 所以 它很难从折扣上面去做优惠 所以也很难在价格上面做竞争 对 那所以独立书店它要依各个不同的店长的专业去发展 那有一些店长他也许就比较擅长于影视方面 有一些店长甚至于会做一些手作连接到健康的面向 那或是有一些书店的店长他对于地方创生或是规划小旅行 这一些活动都能够带动整个多多少少带动整个社会阅读的需求 或是引起对阅读这一件事情的关注 那创造一些节庆感 阅读的节庆感 这都是独立书店目前所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常说我们独立书店的店长 常常有那一种城市说书人的这种角色 比如说一个读者来到书店 他们会很希望了解这个书店 为什么开在这边 那他的理念是什么 像我们出去办书展 那我们也会因为这个书展的地方的特色或是主题 那我们会去扮演把书主动介绍给读者的这种角色 所以其实独立书店的存在 他卖书的功能反而不是那么的强 但是他对于制造一种书跟读者相遇 或是让这一些社会的氛围朝向整个文艺的生活样貌 这个功能反而会更多一点 对所以这个是整个独立书店存在的这个价值 对 是 哇这个 对所以我还是想就是重复那个概念 现在书店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书店了 对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使命 对有不同的使命 我是独立书店 他有不同的使命在去做一些社会实践 对所以我想 当然也是很希望读者或者是我们消费者 或者是现在在听的听众 然后可以多一些的行动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书店的经营 因为他某种程度也可以展现 我们很在地独特性的文化的一面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 好 那所以我想独立书店的策略 其实当然确实只要走一趟书店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好 那我想最后其实也是要在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还是在谈未来性 也就是到底还会 以两位的观察跟经验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是建议吗 譬如说因为我大概也知道说 有一些书页其实也在唱 就是像刚刚秀术姐一开始讲的 那个价格是不是可以先让他 一开始不要就是进入到价格战 这些事情 至少要让他稳 一开始的那个定价 这样子 新的就是新的价格 不是一开始就要打价格战 那还是说还有什么样 对于一些建议让听众可以了解的吗 那我想 是不是先 先请秀术姐好了 关于价格这个问题 的确是对产业的伤害很大 对 那 其实从大概104年 我跟着友善书业 跟台湾独立书店联盟 大家一起都在努力开公厅会啊 希望能够有一个图书价格的规范出来 由政府来规范一个价格 那事实上 讨论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实现 对 那书真的价格需要去规范吗 我觉得 这一件事情 事实上 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的品质 各位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那如果说 价格的部分 政府能够做怎么样的努力 那我们民间企业能够做怎么样的努力 我想 政府除了给更多的预算买书 或是说 大家对图书这一件事情 它不要只局限于是文化部的事情 或是教育部的事情 而能够拉到国家的层级去思考 对 那民间的话 图书出版社 他能够出更多的好书 那一般读者 他也能够多支持 独立书店 不要去在乎20块30块 然后每个月能够到实体书店去买书 或是其他附属的东西 也都是一个支持书店的一个做法 是 那可能在一分钟 是蓝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我还蛮感谢文化部 那种成年礼金 我两个小孩就是用文化币 就是他们就有更多可以去买书的预算 让自己可以更充实 其实我们 我自己在看 看待现在的这一些学生 大家可能对于书的阅读 其实都是在的 可是有时候他会需要有 在这么多的这一些资讯当中 有没有人可以有点像我们说城市说书人甚至是导读或者是把我们在做这事情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像吴明毅老师他的海风酒店就是跟我们的就是独立书店的合作啦 然后有非常好的销售的量 然后老师也都可以举办签书会 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文化部也有这个实体书店的书市级的这一些串列 有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资讯越多 我们反而不晓得要怎么筛选的时候 不如就走出家门 实际的到我们的这一个公园啊 或者是有在办书市级的地方 去跟我们的独立书店的业者聊一聊 聊一聊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选书 他们书店的经营的走向是什么 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 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并进来 一起去创造一个文化教育 这些事情它就是潜移默化 可是它就是一定要来做的事情 那也期待大家 透过独立书店 透过我们这个城市的阅读 大家一起好好地跟我们这一座城市美好相遇 是 好 谢谢南老师最后的结语 我想确实 两位来宾今天的分享就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也让我们 其实应该更重视这个书业啦 因为它跟 我觉得文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 所以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环 可是我觉得它影响很大 我觉得就像秀珠姐讲就是把书不要只是文化的商品 它是文化 对不对 不要只是把它当商品啦 它是文化产品这件事情 OK好 那我想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真的走入书店 支持我们的书籍 选一本好书带回家 支持这样子一个产业发展 OK 那我想今天就谢谢两位来宾的分享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请继续收听我们公式好好说节目 祝各位平安顺心 我们下次见 公式好好说 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每周一下午5点30分进行到6点30分 谢谢您的收听 没关系 感谢您的收听 至于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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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收听 全部 within 請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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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